美國第二大零售商Costco 第一次進軍中國內地 在上海的門市首一開幕 吸引大量顧客 貨品幾乎被搶救一空 過去亦曾經有不少 國際知名的外資零售商進軍內地 進駐初期亦都聲勢浩大 但最後因為種種原因而要撤出 好似歐洲第一大零售商加樂福 高峰時期在中國曾經有超過200間分店 今年將中國業務八成股權 賣給內地大型零售商蘇寧二舊 英國馬砂百貨也做在2016年 關閉所有內地商店 更早撤資的還有英國落舊 2013年被內地企業還原萬家收購後 正式消失在中國市場 與Costco同屬美國企業 世界最大零售商蘇二馬 兩年間從內地九個城市撤出 美國梅西百貨也在去年 停止營運中國官網 唯一的實體店早在四年前就關閉了 日本的高度屋年年虧損 今年亦都被迫撤出 對於多間外商都要敗走 綜合分析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先是外資對內地消費模式不夠了解 有市場學專家指 內地人為了炫耀 不介意花很多錢買奢侈品 至於日常育品就要最便宜 不過外國零售商大多走中產路線 即是既不夠便宜 但是貨品又未高級到可以拿來威 另一個外資失敗的原因 是將外國的營運模式 照版主要碗搬到中國 忽略中國市場的獨立性 例如內地租金較外國昂貴 每平方呎的利潤大大降低 但是欲而馬堅持保留大型商店和低毛利的模式 令公司較難賺錢 即使以低價促銷 價格亦難以與本土品牌競爭 商品方面 未有考慮亞洲人的特點 亦都是一大敗筆 例如馬沙白貨的服裝 未有按照亞洲人的身材入貨 自然不能夠俘虜消費者的心 近年內地流行新零售模式 主張網上救物、自助救物等等 但大部分外資都未有相關的配套 迎合內地的消費模式 不過也有零售商 並非因為經營問題而要撤退 例如南韓的樂天 受到中國批評 南韓部署殺得導彈影響 樂天被民眾和合作夥伴抵制 去年已經出售所有中國的業務 講回Costco 有獨特的營運模式 例如實行會員制 加上低毛利率和低存貨策略 令到受價格一般的外資零售商低 或者有機會迎合到內地民眾 但是否能夠成為少數有得留下的外資零售商 仍然需要時間觀察?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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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